- 阿羅歡迎回到財巷你說 只有想不到沒有不知道 今天呢很高興繼承了我們上一集大爆發 大陸媽媽台灣把的系列第二集 今天有邀請到小寶 - 對對對小寶 小寶是很特別的我最近新進認識一個朋友 因為他買了B站股票 哈哈哈 這個真的說B站股票 就我花2000塊錢買B站股票 只是現在有4000塊錢 但是還是太少了 就是只恨當時買太少 對阿 如果說你想要了解一下小寶是怎麼買到B站的股票的話 對阿同學阿還有台灣的 如果你不知道B站是什麼東西 記得去看我們前幾集 那今天呢記得要幫我們看完30秒的廣告 跟一鍵三連阿 然後這個是我們今天幫這個雨神 小敬騰打廣告 他的這個飲料他叫做署名植茶喔 然後今天我喝的是回韻浙江紅茶 你喝什麼 我喝微熱鳳梨綠茶 如果當時在加購10塊買個粉圓珍珠加進去就更好了 對 我這個還不錯啦這個浙江 因為台灣的紅茶是很有名的 好那今天我們要討論什麼呢 小寶聽說你在上海待了十幾年喔 十四年 準確講十四年 說看看你家裡的背景 你爸是台灣人還是大陸人 然後你媽 我爸爸是台灣人 那我媽媽是上海人這樣 OK 所以就是Local 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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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不會講上海話 欸我其實不太會講上海話 但我聽得懂 來一句來一句喔 我不太會來一句 我比較偏用字 就是 就是一段一段句 對對對 而且我不太擅長會講 但我吃了我只會講一個 叫紅燥牛 紅糟肉 我超喜歡吃又甜甜的又鹹鹹的 配上米飯 所以就吃錯了 你絕對不會推薦任何到上海人去城隍廟吃飯吧 我真的不會推薦他 這個就像你在牛的 你不能說他騙錢就是 很不實在 就很不划算 所以代表說你是某程度的老上來啦 可以這樣說 好 那你在那邊 因為大部分時間都在學校裡面嘛 是啊 還說到他你在學校裡面的時候狀況 學校裡面說 有沒有很慘 也不到慘 就是 也不能說很慘 就是 有的時候很難適應就是 一些言語你知道嗎 或者是 潛移默化的對你有些會有點排斥啦 對 如果你說出你是台灣人 那裡面會有一些排斥的反應 我認識的台灣學生喔 去那邊其實有人去公益學校 有人去私立學校 對 那你去的是私立學校嘛對不對 沒有我一開始去的是 大陸本地的公益學校 所以有的時候會有這種狀況 但是 總體來說 因為我小時候在那邊待很久 所以 我不說他們看不出來 所以 不說所以其實沒有什麼事情 極度localize 對 但是我們老師知道 所以那邊有的是那些政治老師 就是那邊叫思想品的 國中的時候 那邊老師就會 點我一下 但我就會 我就會被叮一下 就 怎麼回答 這個思想成分要注意喔 對 就是你成分不好 對 成分不好 對啊同學你不要以為喔 現在好像2020年啊 這個狀況在台灣人身上還是會發生的 我目前還沒有問到香港人 但是我猜香港人應該也有類似的狀況 我覺得肯定會喔 就是 老師肯定知道你資料嘛 對 那我們台灣人在大陸念 你是用台胞證 對 那台胞證在大陸的那個 填的表格 是截然不同 就是你入學的時候 系統是不一樣的 就是他會特別標註你這個學生怎麼樣 一般是這樣 那老師其實都會知道 你台灣人 就是你不說他們都會知道 當然 後台系統會顯示 對對對 特別顯示一下 那有多麼 生不如死 第一點課程比較難 那邊課程就是 像上海的課程跟其他地方又不一樣 算是比較前沿的 那我們 有些工業學家就會用一些適用課材 那適用課材就很多元 那有的時候就是 政治思想裡面就會有的時候 會再多加籠固一下 所以那邊政治思想品的課會多一點 那那個時候就會點到我 因為上面課本上會寫到一些 關於這方面的故事 那你表態嗎 他不是說你表態 他說 那個 這些小偉同學 你怎麼想 那我想說 奇怪 我平常都默默不吭聲 坐在下面就是 一心只讀聖賢書 結果被點到 那叫起來 我又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那我就很讓老師回答了 但是一般他都是 這方面會多點一下這種 像這種身份比較特別的 可是你們那邊應該只有一兩個這樣的學生吧 全家就我一個 所以特別關注吧 因為全家就我一個 在大陸的台商 絕大部分 都是訓練台商學校 或者是 國際學校 那像我這種 住在上海 還去讀上海本地 local的學校 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 經驗上來說 跟其他的人是 截然不同 聽得出來比較堅潔 比較尷尬 對啊 你想要保紅你經驗 你看紹先生還這樣敬禮 剛剛大家科學普及一下 什麼叫少監隊 叫少年先鋒隊 是全稱嗎 對 因為它是共青團 已經算是共產黨的預備隊了 對 共青團自己本來的預備隊就是 少年先鋒隊 如果台灣人比較接觸兩岸的話 叫做雷鋒 有聽過這個人嗎 其實很多就是放一些以前的 共產黨比較古早時期 1970、1980年代的 這些比較古早的 所謂共產黨紅色樣板人物 那雷鋒 東北嘛 他是東北人 他只是其中一個樣板人物而已 你還沒有講錯嗎 各位同志 我不是同志 不好意思 我會隨便叫同志 你知道我在台灣已經被入黨了嗎 被他幫我填好了 哇 那麼厲害 對啊 就很多youtuber幫我填標 哇 那真的不得了 這個 民進黨幫我 在中國大陸 你要能夠加入共產黨 非常地困難 嗯 像我就不行 我國小的成績太差 就是 你要整個年級的前五趴 你可以想像成是台灣的自由班式 對對對 就是要全年級前五趴 而且是要保持好幾年 家庭關係要好 成分又好 對成分又好 那還有就是你要 跟老師關係要好 來幫他科普一下 成分好的加持是什麼意思 成分好就是偏向於 像我爸爸台灣人 我最早成分不好 以前黑五類就是 你家地主 你成分也不夠好 最好的就是農民出生 就是無產階級出生 對那成分 農工成分最好 那更好的成分是 你家有黨員 或是黨幹部 最好是書記 對啊自己人嘛 黨內同志 那這個就成分好 那像我就不行 因為我國小成績不是很好 那我就沒有資格進去 他要求是國小到國中 都夠好 你高中 可能高到高二 你才有機會 被邀請到共青團 那共青團之後呢 大家為什麼覺得 喜歡去共青團 因為共青團給你 在大陸高考的時候 往往會有些加分 或是 考大學會看 欸共青團的 那對不對你還不錯 那你可能優先進學生會 之類的 那你大學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再加入共產黨 所以共產黨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精英的 先生提醒大家一下 台港澳的應該叫做系學會 那如果學生會的話 通常就是整個校際的 就是跨學院跟學系的才叫學生會 但是大陸他們系學會 反而叫學生會 就是每一個系自己有自己一個嘛 對 那國中高中學生會 就是在你整個學校的學會 沒錯 他就有分系級啦 班級 然後跟這個全校校級的 這個等級不太一樣 用法不太一樣 那你去那邊有沒有跟人家起衝突 或是說被人家起衝突 還是你主動會挑釁別人 我個人愛好和平 但是 有些就是那種 家裡是幹部俗稱 就是有加持清白的那些人 就是有些會過來說 問我一些看法 那我一般都是說 還好啦 我沒什麼事情 那有些刁鑽的 他真的是會就是 那你家家庭怎麼樣啊 或是說你家有沒有跟黨的部分有接觸啊 有些人會問喔 有些人會問 但是很少很少 一般都是問 你支持台什麼之類的啊 就是 你是不是綠的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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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他還會問到這裡 能不能再更複雜一點 那不是中學生而已嗎 對啊對啊 因為他們懂很多欸 那關你屁事啊 我當時第一反意我就 就什麼是正現金 他一聽 他一直就說 你這樣把教的就不會算 那把教的就裝算 所以他問 你說你知道正現金嗎 我說不知道 那他在旁敲側擊我一下 所以後來懂了什麼叫正現金 就是給一些選舉的時候送點錢之類的 一般叫正現金 我知道 上的頻道裡面有很多高幹子弟在看啊 不要搞得那麼複雜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 身世還有生活一樣這麼複雜的 把生活過得輕鬆愉快單純一點 不是所有人跟一樣辛苦高壓的生活 好嗎 那有的時候一般是這樣子 那你說霸凌 我長那麼可愛也沒有 他還真的蠻可愛的 沒有但是 但是只是女生不會很喜歡我 你現在還那麼年紀那麼小而已 大概過個二十 就差不多 說我們喜歡這個胖胖可愛的 所以大陸女生就是沒有像台灣女生 就是這麼覺得 啊可愛就好 那邊 穩穩比較勢力一點 所以我在那邊 都交不到女朋友 從年齡的女生會比較勢力一點 比較公立一點嗎 那邊大陸都交往 也會看背景哦 大陸其實女生交往也是 也是看背景 啊贏家啊 有沒有錢啊 在做什麼啊 之類的 國中高中的時候 他就已經開始在 衡量這個東西了 當然當然 那邊的女生就是 用自己優勢就是 啊 自己長得不錯 真的好 那他就是開始 挑你 1R3 4R7 這樣哪個比較好呢 這哪裡都是一樣啊 對啊 喜歡我們的頻道嗎 按讚 訂閱 分享 小鈴鐺開起來唷 嗚呼